在先知和西亚时期 以色列的物质条件是非常丰富的 经文说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 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 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 神以此责备他们心怀而异 不知道这些丰富其实是来源于神 反而用这些丰富的资源去建造 属于自己的偶像 我们都知道我们种的是什么 我们就会收获什么 所以神特别提醒以色列人 神说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此爱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他领到 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耕种的是坚恶 收割的是罪孽 吃的是谎话的果子 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 仰赖永世众多 那么今天的我们 每一天所栽种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什么事情上 花最多的时间呢 而这些事情对我们的生命 是否真的有益处呢 愿神在今天带领我们在祷告当中反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